中国多年来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几乎近人皆知 但人们对于近年来 中国成为全球对外投资大国的事实还很陌生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推出中国全球投资追踪的最新报告 分析过去十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和动向 认为中国已成为新兴全球投资大国 报告发现过去十年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超过5600亿美元 投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报告认为 如果加上中国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工程建设 主要包括在全球发展中国家 兴建铁路港口和民生福利等项目 中国对外投资的总额可能超过了1万亿美元 报告的作者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坚道博士说 中国作为后起的对外投资大国 其重要性超过欧洲和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大国 从对外投资历史来看 中国微不足道 但是如果你只看过去几年 便会发现中国相当重要 可能仅次于美国 尽管中国对外投资历史不长 但趋势清楚地表明 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2014年 尽管因经济增速放缓 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减少了对外投资的活动 但中国总体的对外投资仍然十分强劲 金融 能源 钢铁和房地产等主要大型收购交易 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 报告显示 过去十年 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依次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三个最大接收国 显然 获得先进技术 资源 以及保证投资回报的市场透明保护机制 成为北京对外投资的主要考量 中国工程建设形式的对外投资 近年来日益引起外界关注 史坚道博士说 与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不同 工程建设的资金流向更为多样化 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主的发达国家 工程建设活动则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尼日利亚最近获得许多大型工程合同 越南和委内瑞拉也是如此 这些国家需要基本设施的建设 而中国恰恰是这方面的行家 过去十年中 中国对外投资遍及世界各地 以地区划分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是接收中国投资最多的地区 总额近1800亿美元 以工程建设性投资为主 能源和原材料无疑是北京对外投资的重点 报告显示 中国在过去十年向外国能源 电力 重金属和原材料领域 投入的资金约为5800亿美元 占全部对外投资总额的半数以上 从国别来看 美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最大接收国 北京在过去十年期间 共向美国投资810亿美元 收购美国的金融科技 以及房地产资源 世间道博士说 尽管中国在美国的大举收购活动 也遭遇一些政治反弹 但美国有广阔的空间消化中国投资 而不必引起其他国家 所出现的政治恐慌 美国是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 不会在意中国投资 当然在美国也引起一些政治性的争议 但相对于美国巨大的经济规模 中国的投资显得无俗轻重 美国拥有中国需要的一切 当然其他国家也有 但美国如此广阔 中国可以继续在这里投资 而不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反弹 中国大规模对外投资 曾经引起国际上的一些非议 有人指责北京对非洲的大举开发 是新殖民主义 意在掠夺那里的资源 美国也有评论人士担心 北京在美洲和中东地区的投资 会威胁到华盛顿的战略利益 世间道博士反对一概而论地 给中国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 他说 中国投资能源和原材料领域 只要这种投资有利于投资方 以及接收国双方 那就不是新殖民主义 而是互利互惠 仅仅因为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感兴趣 就说它是新殖民主义 这是不公平的 你必须评估具体的交易 看它是不是对接收国也有利 我认为大部分这方面的中国投资 都具有正面意义 至于说中国对外投资 会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 世间道博士认为 美国无需有这种担心 因为美国在中东和美洲的地位 远比中国重要 北京在那里顶多能扮演一个 辅助性的角色 世间道博士说 如果北京的角色 有利于改善那里的民生 和区域安全局势 华盛顿应该欢迎 而不是反对 美国之音许波 华盛顿报道 也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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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应该欢迎